要是从哪里舍起 从你最喜欢的东西舍起 为什么呢 最喜欢的 你对它的念最深 一般人绝大多数 情之 现在我看不是情之 你看儿女不要父母 情之就没有 不是情之 现在是财之 没有不想情人的 这个东西麻烦了 你什么念头最强啊 贪财的念头最强 比情之还强 父母 妻子儿女可以不要 不能不要钱啊 古时候是情在败在地 现在改了 这个东西不能不丢掉啊 释迦牟尼佛 一生 持 金钱借 一生 不去摸钱 不去接触钱 人家供养钱 他不要的 他要的供养 就是一波饭 一波饭还不是一家的 好多人家凑齐一部分 一家给他一瓢根 这是把世界 财断掉 第二个是四 财色 两观最难断的 修行要从最难断的先下手 那个就容易断了 最难断断掉了 其他容易了 如果从最容易断的先断手 这是断不干净 那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 一定从最难的 最喜欢的 最心爱的 最舍不得的 从这里先放下 要正方向 正方向是心上没有 心上干干净净 四上随悦 心里头亲近 这是真因修行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那如果 尤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就特别从四上 先下手 语言理 思想 对自己有保证 烦恼吸气 说起来容易 断起来是真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祝福菩萨也在所过敏 用什么方法 佛为我们说出来的 业门深处 常识选修 就用这个方法 不用这个方法做不到 因为这个方法怎么落实 落实在 经先在说法 就是说法 就是说法不间断 听法 修法不间断 佛用这个方法 佛用这个方法 不是真的 你就不再执着 你果然真正明白了解了 人生在世 一场空 你空手而来 你也是空手而去 这个世界上 一死一毫 你也得不住 包括身体也得不住 这要搞清楚 这是四十真相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自然放下了 我不再受这些东西牵累了 无需要牵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统统是生死轮回的梗 这个梗 要把它断掉 那怎么办呢 就用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 要变成我们真正的根 我们往生极了心 我们往生极了心 一步似的梗 一步伤 再继续 一步伤